龙园是一家公司的程序员 专门为公司新开发的机器人编写操作系统 龙园天赋一柄 工作能力强 开发出来的操作系统 受到公司老板的赞赏 老板有心把龙园收为东床快据 颁奖会上 把一项不理公司事务的女儿星子叫过来 还专门让龙园负责照顾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其中的一字 龙园那么聪明的一个人 怎么会不知道 事实上龙园也有一个女友叫康子 是老板的秘书 但龙园心里明白 康子就是个海后 同时和几个男人交往 果然康子怀了孩子 几个男人都得掏浮养费 君子爱采取之有道 这大概就是康子的生财之道了 这点刚上班的龙园就被科长叫到办公室 同处办公室的还有另一名同事叫乔本 见人都到齐了 科长也没藏着掖着 他撕开大家脸上的遮羞补 科长表示 他知道康子也同时和另外两人交往 现在情况想必你们也知道 康子怀孕了 肚子里是谁的孩子 反正科长是没有勇气说不是自己的 他是老板的长子 如果这件事情被曝光 他在公司肯定混不下去 更别说继承老爸事业了 鉴于龙园目前被老板赏识 正在与科长的妹妹星子交往 而乔本也是有家有事 如果和康子的事情被老婆知道 他的后果会怎样 不言自明 所以目前解决三人困境的方法只有一个 就是让康子消失 另外两人一听 菊花一尽 一起扭头望向科长 科长表示 你们现在不用急着表态 给你们一晚上时间 同不同意 你俩明天回复 第二天晚上 三人齐聚约定地点 看来他们是下定决心 连起手来要让康子消失了 科长随即说出他的全盘计划 他特别强调 此计划必须得到另外两个人的紧密配合 才能做到天衣无缝 否则可能功亏与会 科长的计划 三人分别出差 去往三座不同城市 有位出面 约出康子到A城市 A在下午六点半时 杀死康子 但六点半之前 他要做出不在场的证据 然后驾车 再上康子的尸体 时网必所在的城市 在指定点停车 立刻搭车返回城 回城后 尽量与其他人发生联系 让目击者看到自己就在这座城市 同样的道理 必在晚上十点钟 到指定地点 开上了留下的车 赶往C城 晚上十点前 他也要做好不在场证据 从C城返回B城后 也要尽量与人保持联系 证明自己一直在B城 以此类推 最后由C驾车 把尸体运到B城后 迅速返回来 这样三个人都有完美不在场证据 因为A作为直接杀死康子的人 属于主犯 为了保证其他两人不被判 三个人还立下了联合书 指明杀死康子是三人的合力谋划 他们分别在联合书上签了名 并按下首页 现在情况是 外事具备 只等杀人 那么问题来了 谁来担任A这个角色 换句话说 谁来亲手杀掉康子呢 显然计划是计划 实施是实施 谁也不是杀手 谁也没杀过人 谁也不想亲手去杀一个怀孕的女人 最后三人通过摸牌决定 不幸的是 科长摸到了 意思是杀掉康子 必须由科长亲自动手 按照约定时间 龙园从B城运着康子的尸体来到C城 桥本早在这里等候多时 把尸体搬到桥本的车上 两人准备最后再看康子一眼 不看不知道 一看直接把两人吓尿了 原来 袋子里装的根本不是康子的尸体 而是科长 我擦 这什么情况 难道科长不敌康子 被其反杀了吗 但康子怎么会知道三人的计划 把车开到B城呢 吓得两人赶紧汽车逃离现场 回到公司的龙园 再次见到康子 像是见了鬼一样惊恐 但康子的表现更让龙园费解 康子表现出完全不知道的模样 这个女人太可怕了 龙园和桥本来到楼顶 他们了解了 昨天康子确实去了一城 是科长约他去 但三人签名 按了手印的联合数不见了 眼下局面已经失控 科长的尸体被警方发现 警察上门找龙园了解情况 龙园说 昨晚十点前他一直在毕城和朋友用餐 十点后他回到宾馆 先后都有进出宾馆的记录 从龙园这里警察们没有得到什么有用信息 案发当时他在另一个城市 有着完美不在场证据 科长的葬礼上 龙园遇到了星子 从星子那里 龙园了解到 科长与星子同父一母 而星子似乎并不喜欢他那个哥哥 小时候 哥哥随他母亲离开 后来他母亲遇到车祸离世 科长重新回到他们家 两人再次来到楼顶 桥本从康子那里获得消息 康子那天却是去了一城 但并没有见到科长 由于目前连和书不知去向 龙园觉得 两人应该尽快解决掉康子 龙园回到家 不知道谁给他寄来一个快递 龙园一边打开快递 一边收看电视 这时电视正在播报一起谋杀案 死者竟然是刚刚和自己分手不久的 桥本 桥本死于情话甲中毒 导致他死亡的是一只钢笔 而龙园收到的快递 里面刚好装着一只和杀死 桥本一模一样的钢笔 龙园赶紧打开钢笔 里面果然藏着情话甲 眼下看来 那个杀死科长和桥本的人 没准备放过龙园 公司接连发生两起命案 引起老板高度重视 老板叫来龙园 询问科长被杀 他当时在哪里 龙园把对警察的那套说辞 向老板重述一遍 事情结果 老板自然也没能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出了老板的办公室 龙园又收到一张图片 原来有人把当初 三人签署和谋杀康子的联合书 拍成图片发到龙园手机上 并约他在楼顶相见 龙园来到楼顶 发现了联合书 但却是一份福音件 正当龙园一头雾水时 他被人从身后推下楼顶 还好他拼命抓住栏杆 幸免掉到楼下摔成肉饼 只是龙园没有看清 谁在背后推他 龙园决定弄清楚 是谁在背后搞鬼 他要找到杀掉科长和桥本的人 龙园找到科长的秘书尤美 计划从他身上找些线索 两人正在说话 他们的同事 一个叫景村的男人突然出现 眼见没办法继续聊下去 龙园指的起身离开 事实上 尤美原本有个男朋友 和景村在工作上是对搭的 尤美和男友也即将结婚 不曾想过从天降 男友在工作中 因机器出现故障 直接被机器砸死 尤美在整理科长东西的时候 发现一份前男友死亡的调查报告 尤美把报告拿给景村 景村不以为然 报告上说明你男友属于操作失误 这件事情就别再纠结了 对于景村的示好 尤美不是不知道 她表示 需要弄清楚男友的死亡真相 否则没心思考虑个人的感情问题 而康子这边忽然也出现状况 只见她双手握住自己的脖子 表情似乎非常痛苦 倒在地上 一阵抽搐之后 她再也没能爬起来 龙元得知尤美在背后偷偷调查的 她非常生气 她找到尤美 看到尤美手中 那份两年前尤美男友的死亡报告 龙元一阵疑惑 她为什么会有这东西 警方再次找到龙元 这次他们不是为科长的案件 而是为了康子被杀之案 警方给龙元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种女人的凶花 警察表示 这东西价格不配 他们问龙元有没有见过 龙元当然失口否认 与此同时 另一边龙元老板的下属 正在向老板汇报情况 通过两人的对话 爆出一个惊天大瓜 原来康子除了和龙元 科长 桥本之外 还有第四个情人 这个人竟然是龙元的老板 而康子肚子里的孩子 正是老板的 岛国人民经常干雷人的事情出来 这次果然也没让我们失望 雷的人双眼直冒金星 那么科长 桥本 康子是否都是老板暗中下的黑手呢 目前尚不得而知 得到龙元很可能和康子有染 老板果断让管家 切断星子与龙元一切联系 撇清星子与龙元所有的关系 龙元也从工人那里了解到 有美男友出事的那天晚上 景村和他同一个班 后来景村莫名其妙被调走 龙元赶紧去查 有美男友的工作记录 还真让他找到了问题所在 景村找到龙元 在进龙元办公室之前 他给有美发了一条短信 有美接到景村的短信 马上也赶往龙元的办公室 原来景村一直暗恋有美 得知他即将和男友结婚 极度之心转化成强烈的愤怒 他操控机器人杀死了有美的前男友 不巧的是 这一切刚好被科长看到 为了将景村留为己用 科长并没有选择报警 而是以由美男友操作失误为由 将整件事情压了下来 科长这次将杀掉康子的事情 指派给景村 不料景村临时反水 觉得如果任科长自由支配自己 不知道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于是景村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弄掉了科长 他还在科长身上翻出了三人的联名书 景村误以为科长 把他杀有美男友的事情 告诉了其他二人 于是他干掉了桥本 还给龙元也寄去情话家 事已至此 两人展开扭打 龙元得手将景村绑在柱子上 望着眼前的猎物龙元也不装了 他告诉景村康子的死亡真相 原来龙元来到康子家里 提前在他的水壶里投放了情话家 康子吃完龙元带来的糕点 又喝了水壶里的水 可怜一带海后 立刻倒在地上 命丧当场 在前进的路上 龙元不能有任何阻碍 无论是谁都不行 景村嘲笑的 你和我没有什么不同 都是为达目的不择手的 即使老板将来把公司传给你 怕你也难服众 趁着龙元没注意 景村解开绳子 两人又是一阵肉搏 景村不敌龙元 被龙元摸到地上的锤子 一阵爆锤 景村也趁龙元没注意 摸到地上的遥控器 操控机器人 将龙元活活掐死 在前进的道路上 龙元终于拼上了全部身价 电影改编自《冬夜归屋》的小说 名字叫《布鲁特斯的心脏》 上映于2011年 我没有看过原著小说 但从这部电影来说 有些头重脚轻之嫌 开头的悬疑营造非常不错 只是后面有些草草收场 电影里龙元老板 也是导演埋下的线索 几乎没发挥什么作用 如果将剧本再完善一下 使老板让女儿星子 去诱惑龙元 暗中鼓动龙元杀掉康子 事后再让星子和龙元 撇清一切关系 电影的内容 是不是会更丰满一些呢 好了 电影结束 感谢关注 下期见